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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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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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地区和地区的差异 土海的个数也是有差异的 有单土海的 也有双土海的 我们下面来看这一组文物 下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组文物 可以看到一侧是蒙古刀 一侧是火莲 然后由双鱼圆形的坠势连接起来 其实这一组已经变成了一个配饰 它是蒙古族最主要的一个装饰物 就是说它既有实用的功能 也有美饰的作用 我们看到的这个展品 是俄尔多斯蒙古妇女的头饰 刚才我们上面讲到了 就是漠南蒙古的清代的是24部49旗 旗跟旗之间的妇女的头饰都有差异 从造型 从文样装饰和用材上都有差异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可以称为蒙古族妇女头饰的 号称头饰之冠 它的重量是非常重 我见过的最重的大概有15斤左右 可以看一下这个头饰的这个组件呢 大致由这么几部分组成 最上面是头为锅 旁边呢是这个就叫这个耳饰 最有意思的是呢 这里面的这个辨饰 这个辨饰呢 又叫这个链锥 它为什么做的这么大 这么厚重 就是说据这个学者研究呢 它的这种造型之所以做成这样 是跟这个这个蒙古代的这个蒙古人 男人们经常打仗 妇女呢 在这个家庭中所承担的这个地位呢 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妇女呢 承担的这个生育的这个职责 所以呢 妇女就显得非常重要 这样的话呢 在战争中如果有俘获了 就是别的部落的妇女的话 她为了防止这个妇女逃走呢 就在头部加一些重气 那这些重气呢 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流转 慢慢演变成一种投饰的形式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说法 我们看一下这套投饰的这个后联的装饰 这个后联的这个装饰呢 它一个一个的这个小圆片呢 它是由一个一个的那个圆形的圆片和这个寿字组成的 装饰件组成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圆片呢 是取自图案都是取自这个佛教八吉祥的八种文样 就是伦罗散盖 花冠鱼肠 是这八种文样 最主要的是它这个工艺呢 是在就是晚清民国的时候非常流行 它实际上是属于 它叫银烧兰 实际上它属于这个透明法兰器的一种 这个透明法兰器呢 它是十三十四世纪呢 产生于这个意大利 后来在那个清代康熙的时期 传到这个中国 在乾隆的时候呢 就开始烧造这种透明法兰器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呢 它是属于这种低温的透明法兰器 它又叫这个银烧兰 在民国时期呢 非常的流行 各位看到的这一件器物呢 它是叫这个餐具 实际上呢 就是它是一个多用的一个餐具 可以看到有勺 有叉 还有这个刀 在这个桶里头 七木桶里面 还有这个筷子 实际上在它这个整个盒的下部呢 还有那个小钟跟小的那个盘子 就是这套餐具呢 它这七八件东西 或者八九件东西呢 它收纳在这一个 这个七木的这个桶里面 就是从这套餐具上 就可以明显的 就是体现出来 这个蒙古族的这种器物 它这个间具实用功能 跟这个装饰功能 因为它是游牧民族 这样的话 它把这个八九件东西呢 放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盒子里面呢 它可以随身携带 就是游牧转写 非常实用 而且呢 也非常的美观